大家好 我是文睿 在生活当中 可能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一种人 就是什么呢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办事的时候非常非常小心 可能你说了一百句话 可能有一句话稍微有点难听 那个人他就不高兴 他就生气 他就拍桌子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接触 你就胆战心惊的 就是这样 总想躲开他 这样的人他一般来讲 可能或许会有这样几种特质 就是脾气不好 然后心胸狭窄 然后就是自尊心很强 特别要面子 再就是性格可能很急 就这样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 如果他再给他加几个条件 比如说很多人都捧他 长时间的去吹捧他 你真厉害 你真了不起 我们这一片就你最强 就你本事最大 那么他捧久了以后 他的心态就更那样 就更碰不得了 你更说 哪怕说的稍微不好听点都不行 甚至你有些动作 他看不顺着 他都不高兴 他都会对你发火 好了 接下来的话 如果这个人再加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呢 突然面对很大的困境 压力非常非常大 那么他的这种心态 可能就一点点扭曲 那他就更容易发脾气 那就是真是碰不得 摸不得 更说不得 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的内心再增加了 很多这种恐惧感 碰到了很多危险的情况 又有很多恐惧感 那就是什么呢 歇斯底里了 这个人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就是怎么说呢 就像二踢脚一样 一点就上天就着了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呢 我说这么多 大家可能明白我的意思 其实习近平啊 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我分析他的性质 他最近他做的这一大堆事 我就分析 他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而且他的这个状态 他那个心态的扭曲程度呢 比我说的可能还要严重 还要剧烈 就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说中国的这个战狼 外交的这个形成 是怎么形成呢 大家可以顺着习近平的这个心态 大家去可以想一想啊 如果说有一个国外的一个 就是官员 对吧 就攻击这个北京 对吧 攻击这个中共 那么习近平是个什么心情啊 在国内是没有人敢说他呀 没有人敢说他 那在国外他说了就触碰他 刚才我说他那个非常扭曲的那个心态了 那他就是直接要回怼过去啊 他就是像条件反射一样 他已经不具备那种理性的思维模式 他就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那种舒服 对吧 内心的那种敞快 内心的那种平衡 你敢说我 我是谁 你敢说我 好了 但习近平不能直接去跟那个人直接怼 那就需要中间有这么一个人来表态 如果中间这个人表现的很软弱 大家觉得习近平会怎么想 在他那种扭曲的心态的作用下 他就会把那个人拿过来逊一番 对吧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那个人抹黑中国 就是直接让我没面子 你还在那 对吧 那么老实 那么软弱 什么意思啊 你对我有想法是不是 基本就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说外交口这些人 他就都明白了 他们一见到外国的这些政客的时候 对吧 这些外国政客说难听话的时候 那他马上就会觉得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 习近平在盯着他 是不是 他就马上他的思维 就会切换到习近平的那种思维模式 那肯定就是战狼外交了 就是往回怼了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还有一些官员 他们了解习近平的这个心思 摸透了习近平的这种性质 对吧 就是没有外国的这个官员去 就说什么的时候 他们主动就会表演出来 让习近平高兴 如果大家还不理解的话 大家可以想下北韩 如果北韩 有些人攻击这个北韩 攻击金正恩 北韩的官员表现得很软弱 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金正恩会怎么表现 大家可能就明白这个 里面这个 就是他因有了 对吧 里面的这个原因所在 看清 这就是整个这个战狼外交 他形成的一个本质原因 说白了吧 就是习近平 就是最根本的 最大的战狼 比如说最近这两天 比如说这个软银的孙正义 他说要暂时停止对华的投资 那么这个事情一般来讲 一般正常的政府 正常的人可能会觉得 他为什么停止对华投资 什么原因 对吧 沟通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如果停止对华投资的话 那其他的人可能会跟进 对吧 那对于中国的经济可能就不好 那正常的话就要沟通嘛 但是习近平他形成的这种非常扭曲的心态 他这种战狼思维就是什么呢 他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 孙正义居然也敢跟我叫板 对吧 在这个时候你敢跟我叫板 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查孙正义在中国国内 还有没有一些分支的机构和企业 他在哪个公司有股份 就针对这些事情咱们去往上还搞 对吧 这战狼的思维 习近平的思维就是这样 那我说的还是比较 怎么说很浅 习近平他的思维可能比我说的 还有严重的多 就是这么样弄下去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现在我们就从他的 我分析他的这种状态的话 大家就可以了解现在 明白现在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个原因 当然我说的只是我的想法 仅供大家参考了 然后昨天 这两天不是有个消息吗 南华早报就讲了说 中国的国防部去到 和外交部有矛盾 然后这个矛盾大了 最后闹到习近平那了 其实你说国防部他能不知道吗 这个战狼外交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质在哪 根源在谁呢 他能不知道吗 他其实是想向习近平表达不满 他不敢 不敢直接这么做 他是借向外交部表达不满 把矛头直接对向了习近平 就这么个意思 他画本质来讲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你别再折腾了 对吧 你别再这么搞了 搞到最后的话 一旦有什么军事冲突你让我们上去吗 对不对 我们是来享受荣华富贵的 我们可不想跟你招那个罪 受那个苦 对吧 你要想打 你让那些外交部那些人去 你别让我们去 基本就是这么个意思 如果你要硬逼我们 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就这话说白了 就是像 好听点 就向习近平提出建议 说句不好听点 那里面其实隐含着这种威胁的意味在里面 我觉得是这样 而且这个新闻播出了 他其实是把习近平的这个底牌 晾给了西方社会来看 西方社会瞅 你看你这个军队并不是跟你完全一条心 那么人家可能就会放手做很多事情 比如台湾问题 比如说真正跟中共有矛盾的时候 他们可以更加放手去制裁中共 就是这样 那么这种状态的形成 南华早报的这个报纸的这个文章的出现 它会产生一个效果 就是让习近平的内心 他的这个心态更加的扭曲 他压力会更大 他的恐惧感就会更强烈 他就会表现的更加的战狼 大家明白了 就进入到了一种完全的恶性循环当中 这个就是 他已经完全 不可能再恢复到理性状态当中了 他所要考虑的就是什么呢 如何让自己心情更加的 就是能够释放出来 对吧 让自己心里舒服 然后他那个性子还急 我觉得他性子也可能很急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你说习近平他这么多 他没考虑后果吗 后果他可能也考虑 我觉得他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考虑后果 他想他可能是相信两点 第一点就是政府这些官员 包括军队这些官员 不论我怎么折腾你们不敢动 他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他在反腐这么多年 还拿下了大大小小 党政军的这么多官员 上至政治局常委一级的 没有人敢动 对吧 当时他根基还并不是那么牢呢 但是也没有人动他 他觉得这无所谓 老百姓 你看我这么折腾老百姓 因为这次河南郑州的事过去以后 好像也没有谁做什么 去年武汉那么痛苦 老百姓也没做什么 所以他吧 现在是什么 他这个心态吧 虽然看起来很疯狂 但是他心里面 他觉得底线就是 不论我怎么折腾官员 老百姓也不会怎么样 对吧 这是他底线 大不了 我就闭关锁国 大不了 我就回到毛时代 大不了就学北韩 这就是他觉得 他有一个底线在这 对啊 明白吧 所以他就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折腾 然后呢 就是不断发泄自己的情绪 然后呢 只要自己开心 自己心里舒服就行 但这个事情 他也自己也控制不了 他没法控制这个事情 他人的那个性格 一旦到了那个状态 心态扭曲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他控制不了 遇到事 他就是那个状态 遇到事他就炸 所以呢 我觉得在未来啊 就这些日子吧 中国社会的变化 可能会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的恐惧感 不安感越来越强 那么我们就慢慢看吧 还会发生什么 行 就先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